觉醒的临在和小我之间的差异 当你完全与存在于此时此地的事物同处于当下时 你的头脑是寂静的 你觉醒于当下时刻 除此之外,你一切都是小我,没有例外 你在当下之外的任何层面都是你的小我 你的任何想法都来自小我 任何你所持有的意见或信念也都是小我所持有的 所有的批判看法都来自小我 任何你喜欢或不喜欢的都是小我的喜恶 全部都是小我 我不是说你的小我有什么不对 也不是说它是坏的,邪恶的,或你必须除掉它 我只是单纯阐明了觉醒的临在和小我之间的差异 如果你不知道其中的差异 那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处于当下呢 又如何深入临在呢 你又怎能觉醒呢 小我无法活在当下的真理中 我们试图让小我活出临在的真理 因此我们迷失得很严重 这样的要求对小我是很不公平的 勉强小我去变成它所不是的 这对小我是一种绝对的侵犯 让它感到巨大的压力 把它逼入失败和耻辱中 它会感到被批判和谴责 感到力不从心和侮辱轻重 最后在极度的沮丧下 它开始逆反 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批判或排斥小我 它就会将你取而代之 控制你 接管你的力量 宣称你是属于它的 小我不会轻易释放你 你必须基本上安住于临在中 并且和小我保持良好的关系 它才会放下抗拒 释放你进入当下时刻 小我对你的测试 如果你只是偶尔临在一下 小我是不会臣服的 为什么他要臣服呢 他必须觉得安全 在放下控制前 他必须知道临在是可靠的 必须确定你是真正的主人 他会测试你 小我的测试很简单 他知道真正的主人 是有爱心 接受与允许的 他知道真正的主人 是完全没有批判看法的 所以测试的主要项目就是 看你有没有批判 他会尽其所能地 让你沾上批判的能量 如果你对自己或他人 有任何一点批判 你就不是真正的主人 如果你批判小我 或试图除掉小我 你就不是真正的主人 如果你批判生命中 任何的经验 无论那经验是多么痛苦 或不愉快 你就不是真正的主人 小我就不会臣服 你就没有通过他的测试 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 都无可救药地迷失在批判中 他已成为我们无意识 生命中固有的一部分 通过测试 要通过测试 你必须超越批判看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将批判 带入整体意识之中 每一次当批判自内在升起时 你必须拥有 认可和坦诚面对批判的能量 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 你不能有一点批判 只有这样 小我才会知道 你是真正的主人 真正的主人是谁呢 就是你 完全安住于当下的你 怜悯小我 小我值得你怜悯 因为在分裂世界里 担任照顾你的角色 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样 要他释放你 进入当下时刻 自己却被抛住脑后 也是不容易的 在觉醒的初期阶段 小我觉得你出卖了他 他觉得好像被你丢入 永恒的天谴中 而你却被送入 与神的合一中 这似乎对小我很不公平 他在无意识的世界里 一直担任你的保护者 是他鼓励你去追求开悟 也是他把你带到 当下时刻的门口 而现在 他却被留在后头 小我需要你肯定 他的重要性 并且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 同时让他知道 在你觉醒的生命里 他仍然有角色要扮演 感激小我 当小我最终臣服 而释放你 进入临在中时 他在你生命中的新角色 就诞生了 他是个真正对主人 充满关爱的中仆 就像你这个主人 是神的仆人 像神奉献你的爱和忠诚一样 何不对他在你生命中 担任的新角色 表达你的感激之情呢 每天晚上就紧钱 花点时间感谢小我 圆满达成的任务 毕竟你是永恒的存在 在时间的世界里 没有小我 你是无法运作的 没有小我 你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最后的警告 注意 在小我最终释放你之前 他会使出最后的轨迹 他是个技术高超的骗子 可以轻易假装成觉醒的人 他知道如何装出 活在当下的样子 也知道所有该说的话 如果不小心 你就会被他骗了 如果你认为自己开悟了 或认为自己活在当下 你就被小我骗了 你其实被吸回了头脑的世界 因为在临在的觉醒状态中 你是没有想法的 然而 你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 从这个骗局中释放出来 如果你以开悟的想法生起 你就问自己 谁以开悟 如果活在当下的想法生起 你就问自己 谁在当下 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 我本事 这个答案会带你回到临在 这个答案会把你带回寂静中 觉醒的是 我本事的那个你 开悟的也是 我本事的那个你 第六章 感受 我们总是用想法逃避我们的感受 如果想要停止思考 并回到临在 你需要去感觉你的感受 感觉你的感受 感觉你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感受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丰富 和充满活力的特性 它们带着生命的力量 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活着的感受 然而 你若要和感受有正确的关系 你必须了解一些基本原则 感受在此刻升起 它们与现在发生的事有关 它们流经你 一旦这一刻过去了 感受就消失了 它们不再逗留 也不应该逗留 正如你在游乐场 坐云霄飞车 当你下降时 你感受到的刺激 都是立即呈现的 只属于那个片刻 你欣赏海上落日的美丽 而生起的喜悦感 也只属于那个片刻 当你凝视 挚爱之人的眼睛时 你满怀的爱意 也只属于那个片刻 在网球比赛时 你以一记完美的短打 赢了对手的那种胜利感 也只属于那个片刻 感受在时间的世界之外 千万别把它们带进去 如果你执着于正面的感受 如喜悦或快乐 紧抓它们不放 它们就无法顺利流过你 这些感受会以记忆的方式 在你的内在累积 结果 你就渐渐被吸入头脑的世界里 同样 如果悲痛 伤害 或愤怒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 自你的内在升起时 你去抗拒或压抑它们 你也会陷入头脑的世界 在这一刻升起的感受 是不属于你的 它们属于全宇宙和当下时刻 它们仅仅是流经你罢了 让它们自由地流动 你只要负责任地表达它们 如果你这么做 你会获得丰富的奖赏 什么事 我感受到 你会让它们 在这一刻 你会让它们 有什么事